最新的消息带你来关心NCC 国家传播通讯委员会呢 今天审这个中天电视台跟中市呢 这个董监事变更案 那么最后呢附带七个行政处分 虽然说过关了 但是呢有下面的这个条件 就是中市总经理不可以兼中天的董事长 行政处分付款 一年内至少是一个独立董事 行政处分付款还有中天经理级以上 不可以兼中市的职务 那么中市集团表示 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所谓的旺旺条款 现场连线给记者刘慧卿 带我们来了解惠金 好的那么针对中市跟中天的董监事变更案呢 NCC是已经做出了通过的这个决定了 不过呢也同时做出了七项的行政处分 那么针对这七项的行政处分呢 中市集团的发言人士做出了以下的回应 NCC在毫无法律预计之下 对中市中天所强加的附带条件 显然已经违法滥权 我们要声明的是 若因NCC今天所做的决议 造成中市中天股东潜意的损害 该由NCC前提委员来负责 那么中市集团呢还发出了这个声明稿 还特别强调 在蔡佳投入中市媒体集团的资金呢 百分之百保证都是自由的资金 绝对没有一分一毫的这个中资或者是陆资 等等的外资的这个情形 这个资金的挹注情形 那么以上是我们在现场为您掌握到的情形 发给彭内 好就是NCC呢今天所审的